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慈悲红发型 一朵是朝见乌云皆空 独一切苦恶舍离紫色不亦空 不亦瑟瑟即是空 空即是色手相心事 也俘如是舍离紫时出发空相 无声不灭不高不尽不曾不见 是空空中无色无首相心事 无言而笔舍身影 无色深香味出发 无言皆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明不明晴 无论不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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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劝属回向 站在菩萨道所有的功德都是要完全的 供养众生的 所以也跟我们讲了受了菩萨界有什么样的 功德 各位呢 大做功德都是为了回向供养众生 这样才能够符合 这样才能够符合波罗蜜慈悲心 所有善根功德回向法界众生 不为自己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回向法界众生 因为众生就是你 没有个人 了解吗 各位了解 所谓空性是 没有单独的我 山河大地 蟑螂蚂蚁 就是我 就要有这种 菩萨界的 界体的体性 就是万事万物 所有友情合起来 就是你 没有单独的 分别个体 不变的存在 所以我们要观想自己像水一样 变成水蒸气 然后就融入一整个法界 我们的心 也要如此 一般我们的心就是我儿子 我的家庭 我的我的我的 以及我所的 属于我的 那永远都是卡住了 卡住了 所以菩萨界之所以伟大是 没有我 只有众生 众生就是我 你就是我 所以蟑螂蚂蚁青蛙都是我 所以我们要帮助所有众生 才是在完成自我的生命 所以呢 那属于 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一切功德供养众生 成佛是为了众生 所以有众生苦的存在 才有佛的划线 慈悲的划线 那各位要培养这样正确的思想 这个叫菩提心念 所以有这样的念头 那你连睡觉 呼吸 都是大圆满功德 所以我想大圆满 大手印 中观 无论用什么名字 摩和波尔 他讲的都是这样子的 圆满的思想 所以 那各位要开始 消融自我 进化自我 融入于法界 融入于众生 就像我经常讲 人家问佛陀说 你叫什么名字 佛陀说 我的名字叫世界 我的名字叫众生 并没有一个单独我 这个我是虚幻的 所以 是假名的 是五蕴合合的 暂时的存在而已 但是 众生才是我 但是众生不知道 众生都执着 有一个我 非常的苦 所以我们要让 所有的众生 了解自我 真正的我 是跟佛菩萨 和我一体的 叫佛性种子 展现出来叫菩提心 菩提心 才是我们的 真实的我 真实的生命 千万不要在这个 假我上面去 照做了 去执着了 所以碰到最痛苦的事情 各位要当做 自己是死了 根本没有我的存在 死亡是随时存在的 所以你就没有一个 我在受苦 甚至你不要叫你的名字 我阿兴阿里 我阿兴在被骂 你要马上换一个名字 我阿福 没事的 阿兴在被骂 阿福是旁观者 我是花 花有什么好痛苦 因为你就觉得 我心脏很痛苦 我心情很不好 你在痛苦 我是花 我什么好痛苦 我是水 所以各位 你在做水淹供 你要完全融入水 你在点灯 你完全融入灯 所以叫菩提心灯 你在做淹供 融入庙域淹供 你在放生 你叫融入鱼 融入一河 然后呢 甚至佛陀叫我们念佛 念净土 融入于佛的心 融入于净土 要这样来发菩提心 来广度 帮助所有世界众生 就这么简单 绝对不伤害任何一个生命 但是也绝对的 去让所有众生 都离苦 得乐 成佛 这成为我们受菩萨界 应该做的 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工作 而是利用工作 利用各位现在的家庭 善巧方便 各种方法 动机呢 是去度众生 也不是不叫各位 不要去赚钱 不要去谈恋爱 不要去生小孩 只是你动机都改变了 一切的照做 都是为了众生 你爸爸叫你一定要打麻将 那打吧 打菩提心麻将 利用这个机会 然后你要把观想 每个麻将都是一个炼猪一样 都是个波罗蜜 就是你要用动机 如果你舍弃了众生 那就不对了 今天有人叫你非要吃肉 不行 你不吃肉把你头给砍掉 或是要杀掉你妈妈 那你就吃吧 但是吃的时候很痛苦 但是呢 跟这个众生说 我吃你 我要让你称佛 我所有功德供养你 就像医生帮你开刀 你不能打他 他是为了救你 甚至可能你开刀死 但是医生还是想要救你 他就没跟你结善缘 就跟你结善缘 如果医生跟你开刀死 是为了赚钱 而且对你开刀死亡 没有悲心 那可能他就跟你结恶缘 所以我想刀死杀你 跟跟你开刀 是养意识的 但是动机不一样 那我想菩萨到菩提心 最主要讲是一个利他的动机 今天你在路边被一个男人强奸 很痛苦 这是你的夜报 但是你要把这个夜报 转为一个利他的 他接触到我 他得到我的功德 他满足了欲望 他消除了对别人的欲望 你要马上转化 不断消除你的夜 也成就了对方 所以菩萨到绝对 不能够去对立 伤害对方 或是认为对方伤害你 不能有这个想法 这些对你好对你不好 都是一个假象 都是一个因缘所生法而已 这样去超越一切 所以这样就了解 这个简单的意思 每一个念头都保持这样 52页 佛经里面 金云受菩萨戒着 就在这一辈子 每个念头当中 一念之中 就具足了八种殊胜的功德 所以各位 这连呼吸都在功德 每一个念头都在修功德 只要你 不离悲心 不离菩提心 这样去实践 任何一件事情 第一个 叫去道场殊胜 就像大鹏金是鸟 一飞就超过十万里 所以菩萨发菩提心 受此菩萨千佛大戒 就超越了 六去轮回 而得到了 超越了三寸 直至菩提 直至成佛 所以呢 这个叫 去最圆满的道场 菩提道场殊胜 太伟大了 所以一个皇帝 一个念头 跟一个凡夫 一个念头 当然不一样了 第二个 发心殊胜 若人一念发起 大悲大志 就像各位今天这样 而受菩萨界 马上超过二称 二称的阿罗汉 辟赐佛 就像各位常听 一个故事 一个小沙咪 他服侍一个老阿罗汉 然后呢 这个小沙咪 担着行李 走在后面 那突然这个小沙咪 想说 老和尚都叫我们 发菩提心 我应该发菩提心 忽然他这样想的时候 罗汉有神通 赶快 恭敬他 把他行李拿过来 走在后面 让路而行 让这小沙咪 走前面 因为罗汉 虽然自己想要解脱 但是他 发不起菩提心 但是他赞叹菩提心 所以我们一发这样子的 菩提心受戒 你每一个事情 都是在利益中 包括你在开机程车 你用菩提心 开机程车 想的是 所有机程车都生意好 所有开车都平安 所有你经过的 每一个房子 人事物 都得到菩提心 菩提心如太阳一样的 普照 所以 你变成这样子的 发心殊胜 来开车 这样开机程车 快不快了 快了 自由自在 做什么事情都转变了 第三个 福田出圣 假设有人供养 满岩福提 哎呀 不是地球 岩福提有百千万亿的地球 所有的大阿罗汉 这个福田可大了 但是不如供养一个 受菩萨戒者 为什么 因为菩萨戒 这句话很重要 已比运心广大过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在 小家避律 都是想 我我我我 回去来问你老公 你爱我吗 你老公会回答 我爱众生 包括你 所以你不能一直 为自己想 因为你想的是 整个法界世界 所有众生 所以 光请你吃一顿饭 就不得了了 不分你在家出家 一比运心广大 故 超过供养 整个严福提的 大阿罗汉 师者 受菩萨戒 每一个念头里面 就具足功力的殊胜 什么叫功力呢 功德力 受小秤戒 譬如萤火虫 这么小 受菩萨戒 譬如日光 一切普照 所以各位 功力大不大 大功力 所以五者 灭罪殊胜 这我们最喜欢听了 受了菩萨戒 破戒犯戒 犹圣外道 因为戒的威德力 就算你破戒犯戒 堕落地狱 那马上就跳出来 受罪轻为故 为什么 因为你有菩提心 灭罪最快 所以各位 你只要念头的菩提心 菩提心如大太阳 你的罪业如大冰块 马上的冰块就融化掉 不但是融化你的 一个大菩提心的人 像残提 他到一个罪业很重的国家 他在那边打坐 三个月 整个国家罪业就消除了 所以我想各位 用了大菩提心 你到了很多罪业的地方 以你的菩提心 就可以消融他们的罪业 第六 受胎殊胜 受菩萨戒则 落在父母的胞胎 常为隆天善神 共守护雇 所以这个菩萨戒是 生生世世跟着你的 所以你一去投胎的时候 对父母都是个大助援 大帮助来帮 每个念头就具足这个 那各位一天有多少个念头 就有多少的功德 七者神通殊胜 受菩萨戒则 能绞长河为殊落 长河是最大的 所以愿大家今天 伟大的功德 殊胜的功德 回向给长江 好吗 因为我看报纸说 长江三峡 有些河地快溃裂了 万一溃裂一崩溃 六亿人受苦 这个可大灾难 这个是不能发生的 所以我们 我为什么选今天 因为我看那个报纸 什么什么马 什么义员 是吧 说六月二十一号 是大灾难日 所以我们就特学选今天 大家很多人 还受菩萨戒 好吗 希望我们大家这个菩提心 哪怕我们这三四百人 在网路上有五六百人 然后呢 在受戒 哪怕有一个菩提心 都可以希望消除世界的大灾难 特别是肺炎 疫情好像有第二波在起的感觉 所以很恐怖的 在印度 在巴西 对不对 在美国 在大陆 在俄罗斯 很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 而且很多人的事业都快倒了 航空公司根本不行了 那个太大的债务了 所以大家就用 用这样子的菩提心 能较长河为疏落 改变整个世界的夜报 变大地为黄金 好不好 穷苦的地方 各位多过去 在那边念佛 持着以你的菩提心 改变 一念而越千生 一时广度群品 各位 昨天你跟今天你不一样了 你一个念头 那个阿弥陀佛 广度各种众生 一念而超越了千万 结的轮回 因为受到菩提心 有这样的不可思议的神通 你只要相信 你只要守护菩提心 一切埋怨 八则果报出圣 受菩萨借则 当身莲花战海 那就是诸佛净土 而得受法性生 这个法生自信清净 所以各位 你在烦恼的人往生净土以后 那个念头就像佛的念头一样 而且神通事件来去自如 所以一得增长永不退转 你往生的净土 体振的空性 大悲不退转 永远在菩萨做菩萨 最后成佛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今天受到菩萨界 保持一个正念 菩提心 任何时间都有着八种殊胜的功德 来供养 回向给众生 所以诸佛指等 如等 尽寄受菩萨戒 即或如是殊胜功德 因各个善护受持菩萨戒 跟菩萨戒条 不离菩提心 所以守护菩萨戒体 去实践十重四十八 六重二十八 各种菩萨戒体 所以因若经里面说 从生至生 不失此戒 所以无量节的轮回 各位的菩萨戒体都还在 所以菩萨戒是有犯不失 就算你犯戒 你好好忏悔 菩萨当之惭愧 常行忏悔 若犯众戒 得死从受戒 所以各位 大家就 生命就连在一起 我师父常过说 真实受菩萨戒的人 我们都是生命的人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了 大家都放下自我的分别 男女相的分别 众生相的 已经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菩萨戒精 就是一种空性的展现 大家生命就融为一体 来守护 帮助整个世界众生 所以 为诸佛子 既来好心受戒 但是我们 这些 佛的儿子 既然大家存着好心来受戒 就不要 破戒 当善互持 后面这句话 太重要 自知 我是未来之佛 所以各位 未来会不会成佛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目标 要不要结婚 什么不要 随缘 你要度众生 不要也是个对立 要跟不要 无所谓 因为我是怀着菩提心 这样比较重要 你要不要 不要 不要干嘛 要 要也不行 不要也不行 随缘 那个不重要 维护菩提心 一切随缘 这样懂不懂 要不要得癌症 随缘 我才不要 那不行 你得癌症 可以接受多少人的夜报 怀着菩提心 好不好 在成佛之前 宁可受一切苦 烧身体 烧手臂 烧什么都没关系 意思叫去苦行 这个苦行 就是忍受众生的痛苦 这样最好 但是一定会成佛 自知 我是未成之佛 这是我们生命的目的 所以诸佛是以成之佛 所以我们只要 永远地生出 对大乘菩萨道的 善根信心 这样来发菩提心 所以各位 你这辈子舍抱以后 会不会去净土 一定的 你要去哪一方 我在东方 东方不要去净土 一样的 东方可以到西方 西方可以到东方 但是喜欢读经 喜欢出家的 每天念经的 你一定要到西方 像我喜欢玩乐的 我要去东方 那边 我的流氓兄弟都在那边 我都邀请他们先去 我随后就来 东方庙习 净土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 就像你生到第五天 特别是第六天 第五天呢 就是说 你想你的皇宫 是阿拉伯式的 他就变阿拉伯式的 你想你的皇宫 是水晶的 他就是水晶 你要有一万个太太 他就有一万个太太 要叫庙习 这样了解吗 妙习 但是这个里面 你都不会做坏事 你只是维持在妙习 然后呢 魔王变成大护法 然后呢 不动佛呢 随时给你 强调发菩提心的重要 所以每次我现在碰到那些 临时死掉了 自杀了 我就会跟他讲说 有一个地方 可以满你的愿 你想什么就变什么 不 他就去了 不用那边念老半天 金色的 金色的莲花 三宝阶梯 到那边向好庄严 那当然 对已经有信心 对极乐世界 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对还没有信心呢 那些极乐世界 他好像 那边在干嘛 还问我 我说念经啊 那我不要 念佛念法念生 二十四小时 念花草树木 杜在给你五根五利 七菩利分八正老子 是如此啊 所以喜欢念经的菩萨 一定要往那边去 好不好啊 喜欢玩了去 东方妙食 所以 我只是多介绍一个了 并不是说 唯一哪一个 所以 我们要发菩提心 念念不去心 所以各位在 在怎么样的状况 都要不离开菩提心 好不好啊 不要抱怨 不要对立 不要退转 若起一念二称心者 极飞菩萨 不要为了个人解脱 在修行 不要为了个人幸福 在修行 不要为了自己健康 有钱 在修行 这些苦难 这些磨念 这些生病 都是在消众生的业 多好 应当增进 圣物 泄退 所以菩提心变成 我们真实的生命 念头 所以 如等能依教 奉行佛 能依教奉行 没声有力 所以再问一次 如等能依教 奉行佛 依教 奉行 你看我早上咳嗽 唸到下午 就不会咳 我都是很用力的 用力的 希望大家就听进去 睡不着 对不对 加强加强 要用各种方法 所以 后面还有一段 引体诗 上面有写一段 大众亲戚 自己写的版本 好 一拜 我们感谢我们 战乐法师 战华法师 战友法师 妙行法师 所有法师 来跟我们做尊正 来陪我们授戒 好 一拜就好了 以此授戒功德 上报 累劫累世 父母祖先 眷属恩 上报 所有法界众生 得恩 上报 世界各地 所有国家领导 恩 上报 常住 三宝 加持恩 夏季 第一苦 恶鬼道苦 动物道苦 所有 肺炎 确诊者 听说有四十多万死亡 一定更多了 所以回向所有 新冠肺炎 死亡者 及 传播新冠肺炎 这些 恩神恩鬼 同享功德 甚至正在病苦者身上 各种病苦 痛苦的 原亲在主 所以 所有 多太太儿 所有动物亡灵 我们现场所写的牌位 那是消灾牌位 那是消灾牌位的 原亲在主 附近的百姓众生 都得到 所以 法界众生 同源总治 希望所有 法界众生 最后都圆满 佛陀的智慧 一切总治 同源总治 所以这个时候 大众同音 烈火 回向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 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 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地址是女众 今年46岁 离过婚 生一个小孩 目前在餐厅做店长 与员工客人相处愉快 回顾自己的感情生活 发现我的异性缘超好 可怜啊 外缘非常多 请问师父 这是我过去是造什么业吗 布什么阴吗 就是因为好色 所以导致今生 异生缘外缘不断 我想这个没有关系 你要转化就好 你要不转化 我很喜欢别人说我很漂亮 我虽然结婚了 生了小孩还是很美 我很喜欢朋友很多 这是你一直在这样子的话 那就害你自己 我们要结的是 是佛法的缘 所以就像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的人 他只想赚你钱 管你什么 他想尽办法就要赚你钱 对不对 他的动机 他会跟你讨好 他目的就是 动机就是赚钱 那我们佛教徒 动机就是要度对方 那可以 你要利用你这个缘 去度对方可以 但是你要利用这个缘 去满足你世俗的 反正我现在离婚 朋友我坐 没关系 那你是害你自己的 所以我想这还是要看你自己怎么转化 所以我觉得自己很花心很坏 如果没有佛法修持 下一辈子会得到果报 什么果报 下地狱 被蛇咬 就是这样而已 你如果不赶快斩断这个 来世更可怜 不但你可怜 子女也可怜 因为你 遭风引蝶 喜欢跟人家谈那些 喜欢别人跟你谈这些 那你就散发那种味道都是不好的 对不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好的 那讲了男女男女 缘分很好 那是不好的 特别世间人都很喜欢这种缘分 有这个缘分他就很喜欢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人高了有缘 有缘就要做到底 那不乱了吗 甚至女生也一样 他可以一下好几个男人 男生也一样 一下好几个女人 有时候怀孕生出来 还不知道是谁的 这个世间人 女生也会如此 男生也会如此 然后如果你随属你这种花心 那你生生世世会可怜的 可怜的时候 如果你脱离夜暴 然后脱胎做个女人 搞不好变个妓女 那不是很有缘吗 你这辈子跟多少男人睡过 这也是缘 所以莲花圣女 妙贤比丘尼 被五百个男人强奸 因为他收了五百个男人的钱 因为都是缘 那怎么办 所以要把这个不好的缘断除掉 我们只觉菩提缘 结法缘 所以不能再满足在这个世间的 欲望啊感情啊被爱啊 这种快乐里面 今天你很会唱歌 你唱歌 唱那个爱情歌曲流行歌曲 别人很喜欢听 你觉得很快乐 这个是结不好的缘 非常不好的缘 为什么 因为以后 你的声音都是引起别人欲望的 让别人起心动念了 那你有时候很多歌星 为什么会有自杀 因为他每天在弹琴说爱 爱你入骨 恨你入骨 最后做孤魂野鬼 他讲的不是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心态 生命电视 慈悲奏旧 生命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